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 虎 生龙 火 虎 对一个是油 一个是龙 多了一个撇的是龙 没有撇的是油 那第三代表 代表 砍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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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是带 一个是伐 机械 机械 戒指 戒指 豪爽 豪爽 豪爽或者是豪宅的豪 丝豪 丝豪 豪客的豪 侵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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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浸泡 浸泡 好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?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古诗天地 今天要学的古诗诗梁舟词 我们来练一遍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润山 羌敌何须怨阳流 春风不渡玉门关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一句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? 黄河好像从白云间奔流而来 玉门关 孤独的耸立在高空中 将士何须 哀怨那柳树不发芽 春风根本吹不到玉门关外呀 好 同学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篇古诗了吗? 好 那么接下去 我们来学成语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含义的是什么成语 使用全部武力 任意发动侵略战争 成语是穷兵独武 人民无法生活 我们可以用民不聊生来代替 对人民都生活困苦 民不聊生 形容战火到处燃烧 成语是 焚火连天 理由已被博导 无话可说 理屈辞穷 道理正当 措辞严肃 义正词言 形容有夺取胜利的充分把握 胜券在握 形容说话做事迅速 不假思索 对不犹豫的 就是不假思索 好同学们又学会了这七个成语了吗 很好 那这里就是五年级华文 单元十九历史的禁止教学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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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